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天气会稍稍稳稳定一些吗 我们马上从卫星云图带来关系明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你可以看到 今天在台湾附近的云量是明显增加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今天受到华南沿海的低压云带移入 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都有大雨发生 明天西南地区的低压云带会稍稍地减弱 所以云量跟雨区也就会稍稍地减少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些云系移入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短暂雨 甚至是雷雨发生 那么其他地区天气主要是偏重在午后 受到热对流影响 容易会有短暂雷震雨发生 提醒民众外出记得要稀带雨 至于那么今年第12号台湖 哈洛拉已经增强为中度台湖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非常的扎实 代表它所带来的风雨也会非常明显 目前距离台北东方大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超西北的方向前进 预估这个礼拜天就会登陆到了日本 虽然在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还是要提醒 如果要前往日本旅游或者是洽工的民众 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跟航班上的讯息 另外在气温方面 今天在台北地区受到西南风 加上地形的影响 飙到了接近36度的高温 明天的气温还是会这么热吗 我们再从地面天气图 带你来关系明天各地的气温状况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所以各地天气都还是不稳定 而且明天风向会由原本的西南风 转吹偏南向的风水 明天白天各地高温都可以来到30度左右 而且你可以看到明天的等压线是密集 就代表风力强 所以在空旷的沿海地区 容易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那么在西南部的沿海 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 也容易会有长浪发生 提醒民众要前往海边游玩 最好要注意安全 至于更详细的天气资讯 今天就带你来看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明年各地天气都还是不稳定 最近华东地区也陆续举办风年祭 提醒观众朋友如果要参加活动 除了要做好防晒工作之外 还要记得期待宇居 以免凌晨落汤机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再把时间交还给古墓 好 非常谢谢西汇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不欢迎节目我下期待了 谢谢观众朋友 야ится 这些年轻人 我下期望 咱们ollar 咱们负劣 广 Animal